高雄市都发局修订后的都市计划法高雄市实行细则中 赋予提高法定容积30%的法源 也就是在捷运厂站半建500公尺的范围建筑物 都享用30%的法地容积 目前捷运黄线厂站周边的土地将可以受惠使用 第一个重点是TOD导向发展 让整个500公尺范围内的容积 可以做提高的一个设置的法源 那后续都市计划的使用跟变更 就可以依照这个法源在500公尺的范围内 有效的提高基准的容积 跟整个的容积率的一个提升 让投资让都市捷运的建设的发展 可以更集约的发展 有效的促进地方的一个建设 而为了鼓励都市更新为老重建 可能受限建筑物高度比等规定 在这次修法中将面临8公尺以上道路的建筑基地 建筑高度比放宽到路芯的1比5 另外为了加速推动都更 可以自拟变更细部计划门槛 将原本需要全部地主同意 修正为依照都更条例的同意比例 五分之四办理 那过去的门槛比例 必须要全部百分之百的地主同意 那这一次经过我们修法之后 就回到整个都更的一个比例的门槛 那也就是说例如我们的一个 自行划定都更的单元 过去都市计划法高中市市区计划 没有明定的时候要全部地主同意 那这一次只要五分之四的地主同意 就可以来提出这样子的一个 自拟或变更西部计划的一个内容 让整个的都市计划 跟都市更新的推动更加的一个顺利 另外为了因应少子化和人口老化 部分私校在退场前后 有活化的需要 可以设置社福设施 而配合产业发展和建购劳工友善环境 可以在工业区内设置幼儿园和银行等 那过去在幼儿园它必须要附属在 一定要有工厂才可以有幼儿园 那我们这次修法之后 只要是甲总工业区或乙总工业区 就可以设置幼儿园跟银行 也让整个工业区 它的一个需求跟劳工的权益 可以做更好的一个发挥 都市计划法规范了都市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但随着运输系统建设 以及都市更新和土地分区使用改变 都市计划法也得与时修订 才能够让都市发展不受限 记者邱逸亭 关孟如 赖强邦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